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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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您進入投資股票的真實世界 如果說基本面是所有投資股票之母的話 那我想技術面的話就是讓您在前線打仗裡面最重要的一個武器 倘若您在這個地方沒有學會了基本面的一個 技術面的一個操作的話 我相信的話這無疑在戰場上你是空手奪白刃 天上掉下來的刀子如果你用雙手去接的話 你勢必躺著鮮血 所以唯有不帶感情的去學會所有技術面所呈現出來的事實 那我想你還可以在未來的投資的一個歲月裡面的話 掌握最好的一個獲利契機 那我想技術面它所要表達的一個部分 完全是在價量型態以及籌碼的一個追蹤 我有把這個部分學好 我相信才能夠在股市裡面可長可久 那今天整個課程我們預計分11個單元 那我想最重要的還是在任何投資股票之前 先跟各位講到在心態上面 你必須要有一個健全的一個心理準備 如果沒有一個健全的一個心理準備 而進入股市的話 你很可能在股市裡面會一直受傷 那我想投資股票的一個目的在於 你要能夠賺錢而且要能夠快樂的獲利 而不是投資股票套牢之後 開始衍生再到影響生活 那我想今天在第一個部分 要跟各位所陳述的部分是 最基礎的也是市場上大家 所都不會提到的這個叫心法 心法的一個入門在於 你能不能有一個健康的 一個投資股票的一個想法 那我想大家在投資股票上面 有八個我認為最重要的一個魔杖 如果這個心魔八項你能夠突破的話 我想看破你就自由了 好那第一個部分 要跟各位所表達的一個 在右下角的部分 有跟各位提到 好這個掌握最佳的一個進場買訊 必須要提到股票都有不同的一個 時點可以做進出 好股票並不是每天都要進去買 也不是每一個時間都可以買 為什麼你當初不會去買29塊的國售 而要去追36塊的國售 我想這是一樣的一個道理 好的一個股票它的買點 只會出現在某一小段的一個時間 掌握那個時間 你掌握了最優勢的一個價位選擇 之後的一個獲利契機的時候 你的心態會比較健康 第二個部分的話 我想跟各位提到的是 機優股又如何 大家心目中什麼叫做好的股票 我想這個部分非常的重要 台積電在160的時候 大家拼命去追 為什麼你到30塊的時候 不會去去買 同樣的一個道理 800塊的威勝跟100塊的威勝 也有相當大的一個差別 所以你心中必須要去打破 機優股的一個迷思 第三個部分的話 我想做股票最重要的一個部分是 你要聳得涉停損 如果你不懂得涉停損的話 麻煩你不要在市場上去亂拋錢 去做善男戲女 好這個部分要非常重要 一般市場上涉停損的一個標準 有可能到10%跟15% 以你的財力 以你風險的一個承擔幅度來做計算 第四個部分的話要跟各位講 輸家的長相其實都非常像 也就是所謂的高檔套牢之後 你不捨得賣 這個把它當作投資 低檔之後你把它殺低下來 你說我要嚴格停損 這都是不對的一個策略 那至於什麼是高檔 什麼是低檔 我們在日後會跟各位提到 第五個部分的話 永遠要去注意價量所呈現出來的事實 不要帶感情的去對股票預設立場 我想基本面跟消息面都會有陷阱 唯有在價量上面所表現出來的 才是實實在在的一個股價 第六個部分的話 我想股票的操作多空 就好像男女一樣 男女存在這個世界才會完整 只懂得做多或只懂得做空 其實基本上的話 在股市都容易受傷 唯有雙向的一個操作 在股票裡面不帶感情 你才能夠真正能夠可長可久 第七個部分的話 有的時候跟大家的想法不一樣 具有反骨不見得不好 那我想最重要的是 反骨它不是鐵齒 鐵齒的意思是說 當我被套牢的時候 我硬要去凹 這是絕對不對的 因為剛剛有提到 停損的一個觀念 但是有的時候 市場人站得很多的那一邊 有的時候不見得是一個好事 反而我們應該要反向的一個思考 好 往人少的部分站 重點是你有沒有學到 足夠的一個工具 讓你能夠確定 人少這一邊是安全的 最後一點的話 我想跟各位提到 也是在心法上最重要的一點 趨勢是可以扭轉的 但是趨勢很難在短時之間改變 換言之 你叫一台航空母艦 在短短的瞬間 能夠馬上轉向嗎 我想不可能 趨勢它是一段時間 所醞釀而成的 所以進到股市裡面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判別多空 多空如果不能判別 就好像火車兩頭形一樣 唯有判別多空之後 站在趨勢的這一邊 在上漲的過程不去做空 在下跌的過程不去做多 我想這樣子才是能夠 確保你獲利的一個基礎